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是星星老師和理港宗士 好 之前那一課 就講了 中共建國之後 就如何鞏固自己的政權 就好像其他之前的王朝那樣 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之後 都要鞏固自己的王朝 接著 就去到這一部分 你看到那個時間是53年至57年 就推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叫做一五計劃 就發展過經濟 就是搞好經濟 令到人民生活好 如果你看到中國傳統的政治裏面 漢朝 建立了之後 就沒有多少就文靜之戰了 漢武就盛世 那唐朝 例如李院建國之後 接著那個繼任人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就是唐太宗 就在貞官之前 那名朝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見到其實中國傳統的王朝 建國之後 那個王朝建立了之後 他就會立刻製造措施 然後令到國家的生活 人民好些 國家的經濟好些 而共產黨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理解中國歷史 其實理解和王朝差不多 只不過名字不同了 為甚麼呢 好了 那背景 經過建國之後 連場的政治運動 因為他將反動派消滅 政權趨穩定 於是專注提升國力 當時經濟是差的 與西方距離很大 當然是 中國是由鴉片戰開始 一直被人打 直到日本侵華 抗戰成功 即抵抗日本成功之後 才內戰 所以一直都是亂的 那麼亂的情況 經濟當然不會好 對比西方國家差異很大 中央政府 即毛澤東他們 決定參考社會主義大國蘇聯經驗 當時大國只有一個 就是蘇聯 而事實上 中國共產黨 都是蘇聯的共產國際 培育底下而建立 就是公義法設施 符合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即抄蘇聯模式 簡單來說 就是抄蘇聯模式 那麼這個一五計劃 就一定成功 那為什麼呢 因為蘇聯是為他提供了 人才 需要的資金 以及技術 即是甚麼都支援中國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自然就會容易成功 好 內容了 一五計劃重點是 社會主義工業化 以及三大改造 即是一化三改 很多這些詞語 一化就是工業化 三大改造 加上三大改造 好了 參照蘇聯計劃的 計劃經濟模式 即是政府控制了 好 還是看著 在計劃經濟之下 政府制定經濟發展的 藍圖 即是今次發展了甚麼 下次發展了甚麼 控制資源分配 控制生產 以及控制買賣 絕大部分經濟活動 都是以配合計劃 去進行 即是政府計劃完 這些經濟活動 政府計劃完 但經濟活動 即是人民 就未必有這麼大的自主權 去做生產 按政府的 政府叫做甚麼 你就要服從 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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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甚麼 當時的重點是重工業 因為剛剛打完二次大戰 即是抗日戰爭 中國工業很落後 現在先發展重工業 於是當時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為重點 所以其實呢 主要是蘇聯援助才成功 那蘇聯為甚麼這麼好呢 當然有代價 因為蘇聯在國際上 是被西方國家裏面 是離開的孤立 叫做冷戰 那中國就黏在蘇聯上 亦都是被西方國家孤立 因為冷戰 那你黏在蘇聯那邊 蘇聯跟中國 就變成關係非常密切 那蘇聯就幫中國 變成兩個國家 就是共同 你可以說 對抗西方的陣營 究竟幫助甚麼呢 好 期間 幫助中國開設了 安山鋼鐵公司 這些大型的工業企業 建成了武漢長江大橋的基礎建設 即是基礎建設和大型企業 幫他做了一些事 這個照片 開始看 三大改造 剛才說了一化 工業化 現在是三改 三大改造 農業集體化 之前不是鬥地主 即是要地主交出土地 分給農民 農民各自有自己的土地 現在農民就要把土地 又再拿出來一起生產 集體生產 就不要個別生產 中央政府把這個個體的農戶 組織上來 讓他們加入農業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是甚麼呢 首先 農業改造 首先是由 數戶的農民組成 互助組 這個是第一階段 可以說 數戶 少些的 然後 你可以說是第二階段 數十戶組成的初級合作社 這個初級合作社 你就可以說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好了 然後 最後 組成數百戶的高級合作社 高級合作社 你可以說是第三階段 那就數百戶 即是農地多很多 即是由一塊塊小的農地 變成一個大的農地去生產 那就生產有效一點 農民的土地與生產資源 由私人轉為公有 大家一起自有的合作社 集體一起勞動 到1956年的末年 超過95%的農戶 加入了初卡合作社 95% 即是開始變成形態 本來就是各自農戶生產 而就是將農戶集合在一起 一起生產 好 到這一節就是 手工業合作法 好 先買正 中央政府 將個體的手工業者 組織上來 個體組織上來 讓你加入這個 手工業合作社 一起生產 然後 私人的生產資源 公有化 即是大家的材料 就全部一起擁有 那麼 手工業 進行集體生產 就統一經營 到這個 五六年的末年 超過90%的手工業者 都加入了 手工業合作社 一起生產 那麼 你看到又是一起生產 那麼這個手工業合作社 是一個注釋的 好 手工業者 首先組成一個 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 即第一階段是小組 再擴大到 手工業 公銷合作社 即合作社 最後發展成一個 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好了 那麼 三個階段 都是三個階段 完成一個集體化的生產 好 接著下一個 就是私人工商業 國有化 私人企業 被轉為公私合營 即是一起了 一半屬於國家 一半屬於私人 資本 把經營權交給國家 即國家去經營管理 那你就不是 即是由國家給你 即是給國家去處理 那你就 你是擁有者 就可以收到一個 5%的利息 十年之後 國家就停止 你派息 即簡單來說 國家就用5%利息 去接收你的企業 即是給5%利息 給10年 接收你的企業 那麼 企業正式 就轉成這個 國家全權控制的 個人企業 那就 十年之後 就變成國家的企業 即是 十年時間裡面 就收購了你的企業 好啦 當然 你可不可以不給收購 不行的 因為你是 要支持 共產黨的政策 即是 當時的執政者的政策 即是當時的共產黨 那 如果你是不支持的話 你可以被少於反弄派 有 好啦 那就影響 經濟是高速發展的 剛才說過 因為很多支援 蘇聯有150個項目的支援 1957年 159月完成 大部分目標都是超額完成 即是提早完成了 經濟有顯著的增長 農業方面 糧食產量 耕地面積 這兩方面都有增長 無論是糧食和耕地都增長了 好 接著工業方面 工業方面 從工業實現了高速的發展 不僅是產量提升了 即是生產多了東西 還製造了一些 當時現代化的項目 包括了飛機 汽車 都是有中國的製造 改變了中國工業落後的面貌 為日後的工業發展 就有一個 穩固的基礎 好 接著第二個影響 3.2 工農發展失去平衡 15計劃的投資集中在工業 那為什麼會集中工業 因為政府政策 因為它不是用平衡發展 它是政府決定了生產什麼為重點 什麼是重點 什麼是重點 促成了重工業就迅速發展 而農業發展就是緩慢了 因為當時雖然有合作社 但是資源的分配都是優先給了重工業 所以重點發展了很多 加上國家以低價收購的農產品 去補貼工業 即是資源給工業 導致農業和工業發展 差距越來越大 然後也有些不好處 經濟活力下降 國加晨這個計劃經濟 並對各行各業作為社會主義 經濟活動由國家統一去管理 難以為自由市場般靈活 即自由市場靈活 但是國家制製政策 不會即時改變 於是這樣的情況 變成統一管理沒有那麼靈活 造成了資源錯配和浪費 錯配和浪費 即是有些好處有些不好處 好處是高速發展 不好處就是開始失去平衡 以及經濟活力慢慢下降 大家都是服從中央計劃 不可以違法計劃 即是沒有了靈活性 大家服從服從服從 好這節這裡就有個表 投資分佈 看到是工業 哎呀還錯不 工業 工業裡面的橙色 看到是1.38.8% 就在投資了工業那裡 在五二年 到五七年的時候 就超過一半的資源 都投資在工業那裡 相對其他東西就少些了 農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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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都是耕田用的 所以水利都包在農業那裡 都是很少的 農業增長很少 相對地少些了 輕工業呢 中間重工業就很快 原因就是 就是 共產黨的政策裡面 是重點發展 重點移動的項目 於是這個項目就很快 比如說近年 近年 中國就移動這個 電動車 也一段時間 電動車的發展就很快 那就快了其他東西 好了 當然 一樣快 另外一些就慢一點 這個 因為你的資源去了某個地方 好嗎 好 今堂到此為止 那一堂就見 拜拜